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Jordan 今天要帶大家來三重的空軍三重一村走一走 三重一村是北部地區捲存的防炮眷村 也是新北市眷村類文化資產的首例 採全區保存也是北部地區保存比較完整的眷村之一 裡面保存有日治時期所過築的地下湧道以及防炮陣地 三重一村榮獲新北市108年最受劇主歡迎的熱門拍攝場景 是一把輕光陰的故事等電視劇的拍攝地點 最近上映的電影大約在東季也在這個地方拍攝取景 今天就讓我帶你們看一看這個地方究竟有什麼魅力吧 如果你搭公車過來的話可以搭到正義南路旅公車站 在馬路的對面就是三重一村的入口 我會把公車資訊放在我影片下面的說明欄給你們參考 你這邊最近的捷運站是台北橋站 離這邊800公尺走路大約10分鐘 在三重一村的旁邊是同安公園 裡面有遊樂器材以及體建區 所以如果帶小朋友來這裡逛的話 可以順便帶小孩子來這裡溜一溜 這邊是三重一村入口旁邊的造景廣場 旁邊就是三重一村的入口 開運時間是每天的上午10點到下午的6點 休閒時間是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一 我們現在進去裡面參觀囉 一進來的右手邊有一間放映寺 裡面有做三重一村的簡介 我們進去裡面看一下 影片長度大約25分鐘還滿不錯的 讓你對這個眷村有更多的認識跟了解 我們接下來再往裡面走囉 這邊是房紅樓 早年三重一村長遭淡水而洪換 在60年代房屋翻修改建的時候 在樓上增建小閣樓 每當有水災的時候 就可以到樓上去做避難 左邊是洗手間 右邊是遊客中心 如果要參加地下擁道的導覽的話 要到遊客中心做登記 我們順便到裡面去拿一下 這邊的導覽手車 永道的導覽時間 平常日有兩個時段 夏日有四個時段 每一個時段的上限20人 體驗時間大約為15分鐘 今天有小朋友來這裡校外教學 真好 今天要殘念了 因為地下擁道在維護 大約要一周的時間 不過剛剛在放音室看影片的時候 我有錄了一小段 給你們溫香一下 輕型的擁道 你這樣走過去把你擋住 轉過來又擋住 這個可以說是非常精密的設計 當時空軍的部隊 大概至少有一個列演棒 助長在這個地方 對我們就是一個探險跟玩樂的地方 我爸爸把我們打的 我們要逃往飛車 你就打不打的話 有人稱它為防空島 有人稱它為擁大 其實比較像坑島 跟你們在地村的坑島也很類似 但是構造是不同的 當然我們這個空間 就是主要是照片 然後清點 讓它 讓它 讓它基本上是 只展示它 原有 所以現在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邊是十一號 我們進去看一下 一樓是春光眷眼印象館 介紹三重一村的歷史變遷 和村民的成長故事 我們再上去二樓看一下 二樓原本是日軍指揮所 後來做為村辦公室 我們走到陽台去看一看 現在雖然是冬天 但是今天一點都不冷 有點溫暖 又有點涼爽 在這個地方 則是舒服 我們離開這裡 再繼續往前面走 這邊是十三號兒童體驗室 是打造成建村廚房的 親子體驗空間 我們再上去樓上看一下 請開始 在家人身上 旁邊 女士 在家人身上 藏身上 这边15号是村长的家 是空军防炮司令部上校王洪军 和林国英夫人的房舍 在民国43年建造 前后经历过七次的改建 赤子王继兴为空军三重一村之后的一任村长 里面是原貌保存 这是放畅盘的音响 很有历史意义的盘子 17号是手工皮革制品刷卖店 不过只有礼拜六礼拜天 还有国定价值才有开放 21号是眷村厨房 二楼有眷村妈妈美食展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沙门也是很有味道来的 我们上去二楼 墙壁上有眷村小孩 王小明的便当菜 跟王小明合照一下 这边有四户是文创的工作室 或者是商店 只有六日还有国定夏日才有开放 前面是三重一村的另外一个出入口 左边是地下涌道的另外一个出入口 旁边有一张地图 这个地下涌道 一共有十个出入口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旁边有一个炮射地遗迹 日至时起 为了防御谋均的恐喜 在三重一村这里 新建了六处防空炮座 在107年进行修复的时候 发现三处炮座底座遗迹 相当的具有独特性 我们再走去看另外一边的防射 旁边有另外一个涌道的出入口 旁边有另外一个涌道的出入口 这边有另外一个涌道的出入口 这边也有另外一个涌道的出入口 这边也有另外一个涌道的出入口 前面是上校处长 慈化隆的住宅 旁边这个是住宅的休息小屋 我们先到休息小屋看一看 我们先到休息小屋看一看 这一栋20号是空军防炮司令部上校处长慈化隆的防射 这个卷设属于特级卷设 在民国是三年建造的 是配给降级以及上校以上的卷设 前面生活馆和故事馆都在重新布展中 没办法进去 前面有一处炮作遗迹 右边是小山坡广场 这个小山坡广场 以前是长满草的小山坡 是孩子们玩捉迷场 泥巴站 打棒球 还有篮球的基地 也是这边的村民们充满成长回忆的地方 参观到这里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很可惜 有好几个地方 都在重新布展 或者是在维护当中 你们再过一阵子过来 就可以看到这边更多元的面貌 如果你觉得我这支影片不错的话 请帮我按赞并分享 如果我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赶快订阅我的频道 而且记得开启右下角小铃铛 这样你才会收到我的最新影片通知哦 就等到处走 下次再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